你找我干嘛呀 亲爱的 你看我们谈恋爱也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 是吧 我觉得 如果你有跟我要打算继续谈下去 继续有那种 想结婚的目的 以谈恋爱为主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去做一个体检吧 蛤 你有毛病啊 什么问题啊 谈恋爱还要做体检 你来搞笑的吗 对啊你跟我谈恋爱是不是奔着结婚的目的去谈了吗 是吧 现在谁还搞这些啊 结婚了都不体检 你谈恋爱你还要体检呢 对 我是想给你做体检嘛 那现在这个社会太乱了是吧 人人都太乱了 所以呢我想看看你有没有艾滋病啊 对吧 什么啥病啊之类的 我不去 我没有我也不去 有没有这个可说不一定啊是吧 很多人有都说自己没有啊 所以呢最好就是体检一下嘛 然后我们谈恋爱呢也放心是吧 然后我们也是都是奔着结婚的目的去谈的呀 就算结婚我也不去做啊 为什么结婚也不去体检呢 我就不想体检呗 那你这这不只是害我呀也害你自己啊是吧 如果你你不去体检的话 啊 你都不信任我你还跟我谈什么恋爱啊 啊 一个星期就要我去体检 不是我不信任你 是我跟哪个人啊 谈恋爱我都要叫他去体检他 难怪你啊 谈了好几个都没跟你结婚啊 原来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啊 对我们要为了安全嘛 为了健康着想嘛 是吧 如果有艾滋病之类的啊 到处传染那可不行了 那太危险了 我觉得像你这样子的啊 嗯 一辈子打光棍啊 像你这种男人啊 我说你这个人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啊 做艾滋病体检嘛 你就做谁做个体检而已嘛 我帮你付钱嘛 谁要做啊啊 我差一点钱吗 我帮你付钱 然后我们做体检对吧 我们谈的爱也好谈 我们结婚也好结啊 不谈了我觉得我俩没必要谈了 我谈的男朋友 没有哪个像你这样子的啊 哦你看你谈哪个男朋友都不提检 哦 那你这样子谁放心啊啊 是吧 就算你没有谈过的爱 我也不放心啊 我也要啊 因为有些人啊 他会撒谎啊 你自己去吧啊 我不去分手吧 别联系了 我就怕你 我就怕你身上带病 然后还撒谎说没问题 不做 然后到处传啊 这种事情我看到多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想的那些一样啊 那是网上 又不是这里 又不是现实 你看那些新闻啊 到处什么传传 啊 就我们周边都有人传的 有这些东西啊 所以呢就要注意啊 要做体检嘛 我们做吧 都是为了要结婚嘛 难怪你啊 35岁了都没结婚啊 活该啊 分手 你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啊 你去找 你找下一个 说不定下一个就给你转染了 如果你不体检 下一个 嗯 我也不会像你这样 找不会像你这样 我要找有钱人啊你 没钱还是 还挺多的你 谈个人爱 让你去做体检都不做啊 怎么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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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